嘿大家好 歡迎來到區塊先生的Crypto節目 今天是11月5號 這個超級大選日 沒錯 這張單呢 就是在過幾個小時後 就要結案了 沒錯 然後我們就會知道 美國總統大選的這個 獲勝者是誰 那現在贏面很大 一部分又回到川普 現在川普又來到61.5% 但是我這邊必須提醒大家 在Polymarket上面 你放越多錢 這個數字上漲的越快 所以說 可能只是意味著說 川普比較多Crypto Bro 就是比較多這種 加密貨幣的支持者 所以說比較多人投入進去 那Kamala的都是這些 就是非加密貨幣 大概超五錢的人 當然不願意上來使用Polymarket 因為你知道Polymarket 是所有你的交易 都是透明是可以看到 比如說這傢伙 ZXGNGO 我們最近有講過這傢伙 瘋狂買入 過去幾小時 過去真的是幾小時 買入2800萬美金 現在的Portfolio價值 1740萬美金 只要是Kamala Sorry 只要是Kamala贏的話 這就歸零 只要是川普贏 他大概可以賺個600萬 到700萬美金左右 或是更多這樣 我們可以看這邊有張圖 如果你現在賭Kamala 500萬美金的話 Kamala贏的話 你至少能賺一倍 真的有一位傢伙這麼多 剛才賭了500萬美金 在46cent這樣子 然後賭Kamala會贏 你也可以到Polymarket 去搜尋所有這些交易記錄 直接在上面搜尋他的地址 你就可以找得到 所有相關的這些buying and trends 你知道非常非常瘋狂 I can tell you them 就是非常非常瘋狂 每一個人都在賭買 每分每一秒都在賭買 都可以在Polymarket上面看到 所以我覺得這個超屌超酷 你知道有其他幾個平台 包括像Robinhood都可以買 但是你根本看不到 誰在買誰在用 這就是區塊鏈的好處 透明簡潔 好 那我們今天除了聊Polymarket以外 我們還聊一下明筆 沒錯 這是週二 週二是我們的明日 我們明日就是要聊各種明筆 這樣 然後今天也有一個明筆 上了必安的期貨 我們大家也會討論到 最後我們今天要感謝抹茶 成為我們的Chain Sponsor 我們這幾週都會陸陸續續 公佈我們這次活動的贊助商 還有參與的獎者跟項目 大部分的項目 我們都要求他一定要給空投 一定要給獎勵 所以記得如果你是購票者 不是拿免費票 購票者的話 記得把你的地址也要發給我們 然後記得你一定要參加活動 我們這有講過 如果沒參加活動 是沒辦法獲得到空投 因為很多空投是線下當場 所以你一定要聽完整場活動 我們活動應該會是早上10點開始 我們EQPASS有更新的時間 早上10點到晚上5點 所以是一個蠻長的時間 中間會有個中場休息 然後是Pack full of 就是從投資者論壇 到社區建設 到各項目 所以記得到EQPASS上面購票 好 在開始之前 我還要聽聽大家 加密貨幣投資非常高風險的一件事 如果你不懂的話 絕對不要暗碰 今天講的不是任何的金融金 Crypto currency investment is really high risk Sevadan Center Please don't touch anything Sit today It's not a financial advice 好 我們先來講講今天 今天的民意幣當然就是跟選舉有關 我們有看到Kamala選擇沒有很多 有Kamala Horace 還有一個叫做Karma這樣子 那其他相關的都是Maga 還有Trump相關 所以我跟你講 川普的Crypto Bro是很多的 另外還有一個蠻猛的 就是這個People 大家記得People嗎 People他是當年他們要買 我忘記他們要做什麼事 好像買一個獨立宣言吧 就是那個拍賣的時候 然後結果失敗了 好像集資了五六千萬美金 If I remember correctly 然後後來就變成一個民意幣 就直接變成民意幣了 這個幣還上各大交易所 幣安所有交易所都上 然後現在的市值大約是3億美金 當時也是跌保年初的時候 都是可以買的 然後一路暴漲到現在 對非常瘋狂 那也是一樣就是一個Meme Token 那他們就說這個就是 比較符合川普相關的幣種 那川普相關當然還有像 你可以買Tesla股票 到你可以買Trump相關的公司 它有一個media公司之類的 好 那我們再回來講一下Meme Coin 除了這些Meme Coin以外 最近Meme市場發生了一個Punket 上了這個幣安的期貨 但是卻沒有漲 很多人說幣安的魔力是不是沒了 很有可能 我總覺得上幣組好像是不同團隊 應該是啦 我盲猜就是期貨組跟現貨組 絕對是不同團隊的 我個人感覺 因為上幣的方式很不一樣 另外一點就是 我覺得期貨組 可能比較對於這種交易量 跟市場樂度有一種感覺 但是彷彿就是很Cognitive Bias 我認為整個大部分這些交易所 都有一個認知偏見 就是你知道我之前常做一個比喻 就是說一條街 大家都是開中餐廳 大家的拿手菜都是公保雞丁 大家所用的材料都是一樣的 可是就是有些特別會做菜 有些特別不會 我覺得交易所現在就確認這個問題 就是前面的一家賣得特別好 我就學它 然後導致最後有點這種惡循環 大家就真的不知道要怎麼做 就很我覺得跟市場脫節 然後呢市場呢 仿佛又一直給一個訊號 就是說上mincoin 但我常跟交易所們講 畢竟交易所們上幣呢 它有點像是美國央行在降息升息這種感覺 目的不是給你直接性影響 但是是要給市場一個訊號 對不對 比如說你今天被某某某交易所的Venture投 或者某某某交易所上面 你在他的生態裡面做很多事情 那你總是要給人這種訊號說 是沒有機會上 是不是有什麼的 我覺得這很重要 不然交易所給出去一種訊號就是說 你被我投了你也沒機會上 你在我社區做再多誰你也沒機會 這就我覺得不是那麼好 但是也不是說你在這邊做 你被投就一定得上 對 但是總會有一個評分標準 對不對 你所倉讓到 你用戶到 對不然會讓很多用戶 我跟你講太多用戶了 是看到說XXX交易所的Venture投了 所以去提供流動性 結果沒上 這個不會是只罵項目 還會去看說 哇XXX交易所 所以說我覺得這很重要 交易所們要去看就是說 你不能單獨 如果你今天投了 這個項目就是一個垃圾 就是什麼事都沒做好 OK fuck it man 那不適合上 但如果這個項目做得不錯 也有實力 也有能力去融資 那應該給予支持 我設置於覺得大部分教育所 現貨不用再上什麼 10億以上的估值 你看Scroll從什麼 20億跌到現在剩多少 我真的還不知道他現在剩多少 我們看一下 Scroll今天還漲了1.4% Scroll要5.8億 上一圓公開融資是18億 最近網路上還有人傳說 員工還可以去認購對不對 在那時候的估值 所以我覺得太瘋狂了 更應該要專注在於什麼 這種兩三億估值的 你總可能有網上的空間 對不對 所以 教育所們要去多看 而且我覺得一定要多聽 不能總覺得 我看什麼叫 Cognitive Bias 就總覺得我自己就行 我自己就知道 再聰明的人 聰明如伊朗 都需要去聽別人的意見 多聽多了解 對不對 有些估值 他可能現在給予這個想法 他可能錯 可是他明天可能有個想法就是對的 So always need to listen Can't just listen one-sided 好 再來我們來聊聊其他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 剛才講到這個 這個有金魚去購買 Polymarket的Trump 對不對 已經有很多金魚了結了 其中一個金魚 這跟Trump就沒有關聯了 而是Solana 這位很猛 他在2023年的時候 花了1100萬美金 鏈上交易 購買購入了Solana代幣 然後呢 隨著Solana上漲 就一直在賣 而且每次都賣得很聰明 注意看在這裡 2021年買了27萬枚 漲到了250的時候 賣賣賣賣賣 都沒有賣在高點 但是記得賣 對 然後呢 到了低點 50... 設置乃至於10塊5塊的時候 買賣賣賣езде 然後現在開始瘋狂出貨 Fucking smart man This guy Fucking smart You know 太聰明了 太聰明了 我記得那時候5塊10塊的時候 我還在 我還看我幾個OTCD 我那時候還在想要不要買 買了一些真的boMille比多 但是這個真的是 You can slam 就是真的可以大花錢下去買的 當然往後看都是這樣子 好 另外一個新聞是什麼 Milk Gox 沒有錯 最大的黑天鵝之一 在今天早上9點29分的時候 從錢包裡轉了32,370億美比特幣 市值大約為20億美金 到三個新的錢包 很有可能要出貨 但是以過往 我在看像Milk Gox 還有Solana的賣壓 對市場上的影響沒有那麼大 Solana基本吃這個賣壓 吃得蠻強的 都有吃下去 然後看起來就是 他們在BD上面還是做得很好 就是找尋Traffy的人進場 其中一個在看中的就是說 Solana有可能要ETF出來上線 這個就會有很大的影響 好 另外什麼 另外就我們剛剛講的這位仁兄 他其實現在有幾位仁兄 都在看GCR的 poll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看 就是GCR基本講說 他已經出得差不多了 出得差不多了 那就是在說 這個他們買Trump的這個 哇靠它是發在這嗎 哦這邊 哦對 啊呦呦呦呦呦 這2021年 Trump 2024 One of my highest conviction trade Trump 2024 Massively illiquid on FTX So we've been accumulating via Alameda OTC 哇靠這多久以前的事情啊 Anyway 那個老兄的時候就在bet 然後突然 突然 過了幾年 帳號突然發了一篇 Many on CT might have not been alive in 2000 let alone old enough to remember it 分我不記得 因為那時候太小 Although it is common to believe your vote doesn't matter Perhaps a very quick history lesson is in order An election for the ages The final outcome of the 2000 election was decided a mere 537 votes 48.847% to 48.838% 就只差了337票 Although it is unlikely to be that close in 2024 I will still encourage everyone to get out of the polls tomorrow whatever your voting repubblican Demirvan 他叫大句頭 然後呢 他這邊 你看 大家就開始在問說 Not even kidding My entire port is 5x Leverage Long Trump on the GCR prophecy Asking for refunds in the DM If I get liquided But anyway 他們現在就要講就是說 因為GCR 有做了一個很大的 GCR反正蠻猛 做幾個trade 其中一個就是LUNA那個trade LUNA那個trade我也有做 大家記得我那時候一直瘋狂 對LUNA說死亡螺旋 那個trade也算是 人生中 賺比較大的幾次的trade 就是LUNA做空的那個trade 那GCR還有另外 我忘記是Kobe 還是誰有做那個 就是在市場上叫囂很大聲 就說 GUN LUNA就會死 對 然後LUNA的人反而就會搶他們 Anyway GCR就每一次做trade 都是這種大的convictiontrade 就不會像我們天天在那邊 trade meme coin 他就trade幾個大事情 我有幾個朋友是這樣 就是每次一買 可能就5000萬美金 然後就放超久了 就久到不行再久 你知道嗎 然後有幾個trader 像我之前有騎過 有幾個liquifon沒有投到 真的市場上最屌的liquifon 從來不開做廣告 我投的那個社劇 I don't even know they have Twitter 他好像連Twitter都沒有 就完全不錯 可是你知道 他們到哪個活動 或是哪筆大的deal 都在場 就是都知道 但他們基本上不碰那種 他們很看深度 就是很多meme coin 大家可能像有十億估值 但深度就是不夠他們 去做這種conviction bit 他基本就是不碰 但他就會去碰像什麼 什麼Swee啊 Solana啊 還有什麼Lido啊 Ave啊 這幾種 對 然後 那個放超屌 那個少數liquifon有10X的 少數真的 而且外面做行銷 打廣告 我不是說不好 但是真的感覺沒有那麼強 對 因為我自己也投了好幾個 所以我覺得有幾個 真的是有運氣好的話 有投到的話 就那幾個特別強 但是I don't know man 就是大部分這種liquifon 最多也是 我不知道大家都投多少 但是可能大的family 那種投那種 八九位數的 Right 九位數 我覺得八九位數的 有些人是這樣子嗎 因為大部分liquifon 通常他可能就是 規模大概是一億美金左右 如果你是好一點的話 然後有幾個小的 但小的就真的是fund one 像我最近 我可能最近會發推文 我最近又commit了投兩個fund 兩個我都覺得 會幫助我們未來Portfolio很多 一個是比較 原本是偏Solana 現在也是Suite 還有各個項目 另外一個偏Trafi 但是也是老的Trafi 出來開了一個新的Venture 對 然後我覺得這 因為我有被我Advice 或投的項目都知道 我第一件事情 就是介紹基金給你們嘛 然後我覺得最好介紹基金方向 除了你認識他們以外 或是他看我的頻道以外 大部分我的頻道 美國人也看不懂 或是對外國人也看不懂 所以最好放在什麼 你就是要投資這些基金 對認識這些基金 通常就是 給了錢通常就是變朋友了嘛 反過來 我可能也可以服務他們 他們也可以服務我的 這個Portfolio 所以這是一個Win-Win的 situation 對於一個Investor 一個Angel Investor 和一個Advisor 這樣子 再來就是不要大頭症 哇 我今天還有一個 有一個項目 他們離職的員工 一直過來跟我抱怨 我就說 老兄別再跟我抱怨 然後就一直講 他們Founder大頭症 我跟你講 真的 Founder大頭症 真的會害整個項目 我常常真的都是那種 問心無愧的 去跟Founder講話 就是說 要想清楚 真的要想清楚 你有想清楚 我常常這樣 然後有些Founder 不知道是不是 就是可能我講話 太 就是柔 你知道 太那種 他就會 聽不進去 就很像那種媽媽 跟你講話這樣 你知道嗎 一定是愛你的 對不對 可是 但是你又特別愛欺負你媽 大家是不是很容易欺負媽媽 對不對 就最容易欺負的人 就你媽嘛 對 你媽最愛你的 就常常我就覺得這樣 然後我就跟他們講 alright Fuck it man 你想要怎麼樣 就怎麼樣吧 這樣 但是 但是 得知道 當你burn這些bridge 你越多成人 人家常很多exchange 就會來問 Chris 這個項目 他要來這個上 或是他要來上 你有沒有什麼commenting 可不可以做一些reference points 對 那我只能說 哇這個Founder 他大頭陣 對 這個Founder 他就是有一點 就是這種想法 那當然就會大家去緊張 因為很多 很多時候不是你的產品 你沒被hack就沒事 不是說做DeFi 很多時候是你這個Founder 後面會做一些出格的動作 所以這個不是 而且 那很多Founder 他就會去想就是說 哇 他就又去解釋 對 那我就會跟很多Founder 講 你幹嘛 浪費時間去解釋 稳一開始 你就不需要跟 這些其他的investor吵 對 很多時候Founder 就會跟investor吵 就說這investor沒幫我 說實在的 你幣價跌個30% 就已經 差不多是你vesting 要給人家出去的token了 就不用去跟人家 斟酌這個點 然後去交惡 很多Founder就很醬 就是 幣拿得像 好像要割他一塊肉一樣 我再跟大家講一次 我下次會拍一集 講這個就是說 現在最新的token design 基本是沒有vesting的 直接unlock 你知道嗎 你認真想 大部分的memecoin 為什麼現在表現得比較屌 就是因為他沒有unlock 你基本上知道就是說 他全部都適合在那邊 從一 t1就是organic 當然他有insider 這邊買那邊買 什麼項目沒有 對不對 但是至少你知道說 OK 他全unlock 從這裡開始 他就organic自然成長 我認為大部分DeFi 項目不能再選 2021年的代幣經濟模式 不然你他媽就得死 上千個項目 L1 L2 L3 L4 L5 L10 了現在 對 做這些所有項目都融一大堆錢 我 我投過多少這些項目 我跟你講 現在基本上你要就是屌 你要就是走不一樣的風格 要不就是 不是說死 但是就是苟延殘存這樣子 然後之後再來pivot 多少21年 融五六千萬項目 到現在還沒發幣 大家都忘了 幾個屌一點的 拼一波還上了 但是也差不多怪怪 ZK Sync Warm Hole 是不是這樣 所以 一定要想辦法轉彎 而且 你會發現歐美的Founder特別願意 我覺得很多歐美Founder 他轉彎的速度快 亞洲Founder 他就是喜歡就是說 有一點 因為他融完錢對不對 他可能就有錢 做了這個項目 沒做好 就突然默默地又做第二個項目 然後這個第二個項目 好像又跟第一個項目沒關 就沒有把這個relation 太多這樣 你問一下身邊有多少 融完錢做A項目 再來做B項目 再來做C項目 再跟你講說C項目做得不錯 你再投一點我給你 但你A項目一開始來 錢做B、C 就是從A項目來 A股權自降 就有點犯罰了 你已經有點 拿別人的資源去做其他事了 但是 我覺得成功的Founder 就很chill 他就知道怎麼去搞這個Token Game 不成功的Founder 每件事你聽他講話的時候 就知道 kind of sketch 那個vibe就他媽有問題 常常很多我這套結合放過 馬上因為我們投很多這個Founder LP 馬上就過來 Man This guy kind of weird Right That's weird vibe Right 所以我跟你講 不要搞死 這市場太那個 你一搞就那樣子 那當然不是說現在大家都Anti VC 所以都是Retail 但我跟你講 通常你的vibe這樣子 你在Retail的vibe也不好 因為真的 現在大家一面倒說Anti VC 或Solana之前也拍了一個影片說 就是 就是VC怎麼樣怎麼樣的 但是其實 我們認真去講 所有的成功的MemeCoin Pump.fun 這樣Solana運輸 那個Pump.fun在上面的 但是所有的MemeCoin 基本都是VC Token 只是他不是 名著說 XXX放投 XXX交易所的放投 怎麼樣 錯 它是打了一種新牌 我說實在換湯不換藥 只是更easy 更straightforward 最主要是什麼 它帶冰淇淋模型不一樣 大家可接受 Right 所以 我們再來看 不管是Polymarket 或是像Hyperliquid 這種又更User導向的 他們更去想說 我的產品要跟別人不一樣 我不要再去 就是做這樣子的事 我要想一些新的 所以Polymarket很聰明 他們在這個賭盤上面 預測市場就很厲害 他們社區那天我們在聊 就說除了 這個美國大選之後 還有什麼 他們居然說了 這種 不是他們 我們不能講人家Polymarket 我們就講社區做什麼 其中一個想法 就是給沒有大選的地方做大選 哇靠 我那時候聽的時候太屌 就有點像是 沒有辦法做選舉的地方 上鏈選舉 可能 比如說一個國家好 一千萬人口 這個國家不能選舉 對 可能就只有1%的人出來選10萬 明年可能2% 後年可能5% 哇靠 在幾年後可能革命了都說不定 就是他讓這種事情 他就解決一個問題 不只是正常問題 還是世界上的問題 你知道Polymarket還可以賭 就是說什麼 這個中東的這些戰爭 什麼時候結束 什麼時候停火 他什麼東西都有 就可以讓世界看到你的一些想法 It's pretty dope pretty interesting 這樣很多人馬上開始 在抨擊馬上 但我跟你講 當你有放真錢下去的時候 管你今天是1票10票100票 就會有感覺 會有不一樣 那就會有一些力量出來 就可以聽到人民的聲音 所以Polymarket後面 其實非常看好 我真的覺得這個是超級黑 我之前講過 Hyperliquid跟這個 還有Pump.fun 我覺得超級黑 今年解決最大的問題 是Polymarket 給到市場上一個聲音 不是單純去賭 而是給到市場上一個聲音 讓你可以去做決定 因為很多這種事情 就是got to make vote 很多人說Polymarket 不是本國的人也可以投 比如說不是美國人也可以去 沒錯 你可以聽到世界對美國的 這個總統選擇的 你作為美國人 你還可以參考這個 而不是只是聽媒體 現在已經知道 媒體都是假的 不用想 媒體全都是假的 對不對 有好的有壞 全都是假的 對不對 都是有原因利益導向的 但是一旦是錢 欸 那就是真的是 put your mouth where your money is right put your money where your mouth is too right anyway 這就到這 記得我們年底 有一個活動 我想辦法約Polymarket來 要不要 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我們最近 我們現在演講者太多 我跟你講 就是我現在 又不好意思叫人家不來演講 我現在把他變panelist這樣 但我可以再邀幾個 再邀幾個大 我那天才跟 Eigenlayer在講 再邀幾個大的一起來 要不要 然後我們當天晚上有個派對 欸派對 我們還在想要怎麼樣 因為我們現在派對 還不是完全開放 因為它有限制人數 所以我們應該會有一個 專屬的派對票 但只要各位是買 AQPASS的票呢 你就是可以參加我們10點到5點的 這個在三床活動 然後呢 會有這個 呃 呃 這個這個空頭 那如果是要參加派對 我可能當場會有一個卷 因為我們現在派對人數也是爆炸 所以我們一定要 派對人數一定要限制 因為我們主要還有這麼多的 這個項目方向人 所以 再來就是不是每一個人都要參加派對 我們去年辦的時候不是每一個人都來參加派對人數不到10%還是10% 所以這樣 至少有另外一票確認人數會比較好確認 好了 最後提醒大家加密貿易投資非常高風險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不懂的話 絕對不要讓我今天講的不是任何的金融建議 Cryptocurrency investment is really high risk So if you don't understand Please don't touch anything Sit today is not a financial advice 然後在底下留言告訴我說 我應該買哪個MemeCoin 欸我跟你講 最近真的是瘋狂買MemeCoin 你覺得我要不要開一個帳號 然後去公開 但又感覺 好或是不好呢 就我大部分買就放在那邊 像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要看Tron那個Burst 我好像花了2000刀還是3000刀 我買了就放在那邊就完全忘了 對 我感覺我很適合開一個這個號是不是 就是買就忘在那邊 Maybe we should do that 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這一集就我們這週的MemeTuesday 我們下期見 拜拜 我先把那邊看一看 等下人 我總之 我才不是玩的 這我 聽到 陪 我覺得